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但是谢绝疫苗者大有人在 网球界排名世界第一的球星 德约科维奇就是其中一人 网谈一个星期三晚间飞抵澳洲 准备参加澳网赛 结果海关拒绝接受 他以豁免接种疫苗的形式入境 德约科维奇陷入被遣返的窘境 澳洲总理莫里森更是把话说死 强调在病毒大流行面前 没有人可以凌驾规则 因为一场签证纠纷 德约科维奇寻求未免奥网的希望 可能就此落空 这名曾经斩获九次公开赛冠军的 塞尔维亚人早前取得疫苗豁免许可 没想到从杜拜乘达14个小时的飞机 抵达墨尔本机场时被海关挡架 官方以他不符合澳洲规定的 新冠疫苗接种入境条件 取消了他的签证 德约科维奇较后被转移到机场范围内 一家酒店等待遣返 全城有医护和警察随对把守 对于德约科维奇最初取得的签证 享有疫苗豁免许可 引起外界质疑当中的正当性 澳洲总理莫里森摆明态度 莫里森也强调塞尔维亚向来是澳洲的友邦 发生在德约科维奇身上的事 纯粹是澳洲政府公平坚守防疫政策的个案 如果后者无法出示充分的证据 遣返是必然的后果 维多利亚州政府也表明 不会在德约科维奇豁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发出特殊签证 让他参加澳网大满贯 作为澳网最成功的运动员 即将举行的2022年澳网赛 是德约科维奇冲击21贯的机会 如果就此遣返将会引发连锁效应 澳洲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泰利表明 将会针对德约科维奇事前已经获得豁免权提出抗辩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